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8月26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国际形势有什么变化 首先啊,这个战场上 真的没什么好聊的 每天都是那个老三样 就是海马斯炸大桥 俄军修大桥 然后海马斯炸俄军的仓库 俄军导弹袭击乌克兰的平民 就这么个套路 俄军啊,在乌克兰的独立日 就是8月24号晚上 袭击了蒂涅伯罗 彼得罗夫斯克中部地区的小镇 单地的火车站被击中 四辆客用车厢着火 包括一名11岁的孩子在内 至少15人死亡 现在说已经增加到22人死亡 约50人受伤 死伤人数可能还会继续增加 根据公开报道看 这是独立日当天 俄军对乌克兰基础设施 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表示 俄军袭击挤满平民的乌克兰火车站 是可怕的行为 俄军啊,终于反击了 沉没了一个多月 也攒够了这些导弹呢 然后在乌克兰的独立日 当天发动了大规模的这个空袭 昨天啊,基辅的警报声啊 是爆炸声,不绝于耳 乌克兰全境 响起了189次空袭警报 在乌克兰的独立日啊 还发生了一个 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啊 就是白俄罗斯居然呢 一反常态 向乌克兰发去了贺电 这个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科啊 跟这个俄罗斯的普京 不是保一队吗 各俄好 白俄罗斯领导人 卢卡申科 当天向乌克兰人民 送去独立日祝福 希望他们能够恢复 体面的生活 拥有和平的天空 但是啊 卢卡申科的这个殷勤 对吧 可以叫献殷勤吧 或者是热脸 凑了个冷屁股 就是乌克兰不领情 乌克兰官方啊 说卢卡申科的这个贺电呢 阴阳怪气 还说卢卡申科啊 是小丑 是不受欢迎的人 这个也不能怪乌克兰 这个卢卡申科啊 典型的是脸皮厚啊 为什么说他脸皮厚呢 你看啊 他不仅军事上面 支持普京入侵乌克兰 经济上面 政治上面 都给予俄罗斯支持 俄罗斯包围基辅的军队 就是从白俄罗斯啊 触发的 那么现在俄罗斯 利用白俄罗斯的这个领土 向乌克兰发射导弹 以便帮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以便给乌克兰发去贺电 说啊 祝乌克兰早日能有体面生活 一起共享和平的天空 这不就是讽刺吗 我们看看美国是什么态度啊 美国 驻白俄罗斯大使表示 美国打算追究 卢卡申科政权 支持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的责任 在乌克兰 独立日的讲话中 美国外交官指出 卢卡申科政权 只专注于维护其权力 破坏了白俄罗斯的主权 将该国的领土领空和基础设施 服务于俄罗斯的军事需求 美国还要追究卢卡申科的责任 结果卢卡申科还想讨好卖乖 把乌克兰人当傻子 我们再看一看乌克兰的国防部长 是怎么说的 乌国防部长列子尼科夫 认为乌克兰最沉重的教训 在于过分信任邻国 以至于没有好好发展自己的军队 这是一场孙存之战 乌克兰将能打断巨人的脊梁 幸存下来 今年年底之前 乌克兰将会听到来自前线的好消息 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长 他说的邻国 指的就是俄罗斯 那么根据他的说法 是不是意味着 乌克兰人年底之前 就要把俄罗斯赶出乌克兰 他这话这意思 那只能这么理解吗 他说了 年底之前 乌克兰人将会听到来自前线的好消息 那至少是大反攻 而且还必须取得胜利 才叫好消息 所以咱们现在外界都在传言 说美国加紧了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乌克兰现在囤积了很多的武器弹药 就是为了在年底前发动大反攻 把俄军赶出乌克兰 现在网上有这种传言 不知道这个源头 是不是来自乌克兰的国防部长 列子尼科夫 不过话说回了 年底之前 把俄军赶出乌克兰 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 我们再看看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稍一谷说了些什么 当地时间8月24日 俄罗斯国防部长 稍一谷在参加上海合作组织 国防部长会议时表示 在特别行动中 我们严格遵守人道主义准则 所采取的打击 是使用高精度武器 针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的 军事基础设施目标 指挥所机场仓库 防御区域军工综合体设施 同时我们尽一切努力 避免平民伤亡 这无疑减缓了进攻的速度 但我们是有意识这样做的 稍一谷指出 俄军在解放区 开展了系统性工作 稍一谷表示 于之相反的是 乌克兰军队却使用了交土战术 公然违反国际准则 充担了恐怖分子的角色 他们把居民区、学校、医院和邀元 当作火力阵地 在那里部署坦克和火炮 以居民为人顿 这个稍一谷很有意思 今天咱们好好地说说稍一谷 他这一番话 大家看完了 他这个话的内容 没有办法让人信服 据我们了解的 他说的跟他做的恰恰相反 咱们前面还说了 俄军用导弹袭击了一个火车战 已经造成二十多人死亡了 这难道是乌军干的吗 他说乌军在使用交土战术 实际上是俄军在使用交土战术 俄军的所谓的高精尖的导弹 大家都看到了 要么就是炸自己 要么就是炸哪是哪 哪里弹着上什么高精尖呢 然后稍一谷还说 乌军把医药园、学校这些民用设施 当作盾牌 把居民当作人盾 事实上呢 俄军不仅把居民 把居民区当作盾牌 反而变本加厉 把扎波罗热核电站 当作盾牌 咱们看这张图片啊 这是英国公布的 8月21日的卫星图 显示啊 俄罗斯将军事装备 部署在 距扎波罗热核电站 5号反应堆 仅60米处 把这些大炮啊 火箭炮啊 什么导弹发射车啊 就部署在核反应堆旁边 少一谷能解释解释这是干什么吗 是为了保护这些核反应堆吗 还不是俄军拿这个核反应堆 做掩护 做盾牌 在这儿设立抛兵阵地 打击乌军 因为对于俄军来说啊 扎波罗热核电站 是最安全的 否则其他地方 你设立军火库 全部都会被乌军啊 炸的啊 非常不安全啊 这个是少一谷说话的内容 完全是跟他说的是相反 但是少一谷说这话 传递出来的信息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 少一谷这个人呢 跟俄罗斯的其他的高官不一样 少一谷相比较什么梅德维杰夫啊 或者是什么格拉西莫夫啊 等等啊 甚至普京本人 少一谷显得很沉稳 内敛 老沉 为什么这么说啊 按照毛泽的性格啊 他们是不会说啊 我们是为了避免平民的伤亡 所以有意啊 泛慢行动的步伐 不会说这种话的 这种话对毛泽来说啊 稍微软了一点 不够强硬 体现不出啊 这个俄罗斯人这个强悍的一面 战斗民族嘛 所以你看 这个梅德维杰夫 动不动就是和平乌克兰 和平英国 那个车臣的领导人卡德罗夫 也是要和平波兰 要打入波兰首都 划沙 蛮贼跑火车啊 但是少一谷你看 他给这些高调啊 在降调 非常实在 他在大会小会啊 都说啊 不会对乌克兰动用核武器 给普京啊 找台阶下 否则的话 普京的脸都已经打烂了 你克里米亚都已经炸成什么样了 俄罗斯既然把克里米亚 当作自己的领土 你的领土已经被炸成这样了 而且关键呢 在人家炸之前 你已经放出话去了 谁要炸这个地方 我叫末日审判 那普京更是嚣张了 这个2月24号发动 对乌克兰特别准势行动之后 他不马上就要 把这个核按钮 对吧 核保险都打开了吗 随时就可以发售 他要震慑谁呢 然后每次讲话 动不动都是要用核武器 三句话 不离核 把核武器就挂嘴上 但是你看 烧义谷从2月24号到现在 说话基本上不过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如果有人发现了 烧义谷说话很过激的 可以留言 这里就说到了 俄罗斯的一个政治生态 我对俄罗斯的政治生态 不太了解 因为我又不是很关心 就像某东方大国一样的 他不是分很多派系吗 那普京 梅特维杰夫 烧义谷 格拉西莫夫 什么帕德罗舍夫 这些人都分别属于哪个派系 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发现 梅特维杰夫 应该跟普京很近 因为他俩人以前 还做过AB角 一个当总统 一个当总理 另外一个当总统 这个剩下的一个叫当总理 两个人还玩了 搭蛋了好几年 但是我感觉 这个梅特维杰夫 还包括这个车臣的领导人 卡特罗夫 他更像是高级黑 天天叫嚣着动核武器 实际上是伤风点火 他就知道普京不敢用 就让普京难堪 这不是高级黑吗 普京要用也行 那就普京要下台 梅特维杰夫可能就觉得自己 时机到了 所以对他来说 就希望这个事升级 搞得越大越好 那个卡特罗夫 也是这个心态 俄罗斯如果出现问题 车臣是不是可以独立啊 要不然 这两个人为什么把核 就挂在嘴上呢 这不是高级黑吗 普京现在可能是反应过来了 这两人也感觉到 大事不妙了 一个把他的推特给删了 这两个人现在也不露脸了 也不拍小视频了 也不发TikTok了 断根了 但是这个 稍一谷呢 跟这两人不一样 可能稍一谷啊 是真正的普京的支持者 忠心的执行 普京的政策 对普京啊 可能是很忠诚的 叫忠诚不绝对 绝对不忠诚 这个梅特维杰夫啊 和这个卡特罗夫啊 那对普京是绝对不忠诚 所以咱们要仔细想一想 你就可以发现 稍一谷的发言 稍一谷的讲话 都是有目的的 说白了 他是给普京擦屁股的 帮普京收拾残局的 否则普京就下不来台 而这个梅特维杰夫啊 卡特罗夫啊 纯粹是把普京啊 架到火上烤的 这也说明 俄罗斯国内啊 这个派系伶俐 而且啊 普京的权力可能不稳固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天啊 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99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啊 他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说 普京在俄罗斯的地位 变得岌岌可危 他认为 俄罗斯啊 很软弱 有可能要失败 基辛格说啊 在欧乌冲突中 俄罗斯最初的目标 是让乌克兰 重新依附于俄罗斯 除非俄罗斯取得军事胜利 否则他不可能获得这个结果 他认为 俄罗斯得不到任何东西 如果这个目标受挫 欧洲国家保持团结 那么乌克兰就能成为 独立发展的欧洲国家 如果北欧国家也加入北约 那乌克兰是不是加入北约的问题 也就迎刃而解了 他说啊 俄罗斯必须被赶回到冲突爆发前的边界 基辛格这个人呢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事情上面 一直在摇摆啊 他已经99岁了 不知道他是不是头脑还清醒 他一直在摇摆啊 这个冲突刚爆发的时候啊 基辛格是呼吁全世界啊 尤其是美国 对吧 让乌克兰啊 要让步 答应俄罗斯 保持和平 那大概这意思啊 原话怎么说都不知道 然后在五月份 一个达沃斯论坛上面 基辛格对这个俄乌战争啊 做了个预测 就是三种结果 这三种结果呢 不管哪种结果 反正都是对乌克兰非常不利 基辛格啊 就认为乌克兰应该 割让自己的领土 保持到2014年那个边界 2014年边界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 然后乌东地区啊 先暂时搁置啊 后来再让他们去全民公爵 那你说乌克兰还打什么 所以把那个泽伦斯基气得不行啊 泽伦斯基好像就发文章啊 讲话 怼这个基辛格啊 大家可能还有印象 那今天呢 基辛格完全反过来了 说普京啊 在俄罗斯国内的地位积极可危 为什么积极可危啊 因为啊 俄罗斯在军事上面 很难取得胜利 有一种可能 就是基辛格虽然99岁了 但是他并没有糊涂 他是个老牌的政治家 建政的历史比咱们多得多 对吧 他都看到几个轮回了 说不定啊 基辛格从2月24号开始 关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一路关注下来之后啊 发现俄军啊 不是他吹嘘的那么厉害 普京也没那么强 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政治智慧 可以说啊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刚开始 基辛格对俄罗斯啊 还是非常看好的 行情看涨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推移 基辛格对普京对俄罗斯 是越来越失望 或者不能叫失望嘛 就是越来越觉得俄罗斯 普京不过如此 实力非常弱 所以啊 最近他才说 俄罗斯没有办法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因为只有军事上的失败 才会导致普京啊 在国内地位积极可危 军事失败 才会导致普京的地位受损 如果是谈判 哪怕谈的对俄罗斯不利 都不要紧的 这就是为什么泽伦斯基啊 不同意谈判的原因 就要跟俄罗斯打 只有把俄军打败了 普京要么就是被送到国际法庭去审判 要么就是俄罗斯人民啊 内部就把他审判了 但是除此之外啊 如果你是谈判的 或者是乌克兰打输了 普京安然无恙 他在国内的地位 不至于会垮台 可能会受损 实际上 不关基辛格一个人 有这样的变化 我也看了一下 中文互联网上面 有很多大V啊 刚开始都是觉得俄罗斯要赢 都认为乌克兰应该投降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现在越来越像基辛格了 现在越来越认为 普京啊 很难取得胜利 口风都在变 最后啊 再讲一下乌克兰 这个泽伦斯基啊 在乌克兰基辅的大街上 专门搞了一条大道 那个大道好像像那个 香港不也一条大道吗 那个大道上 好像都是明星的这个脚印 还是什么名字 我记得我去过 但是我没有想不起来了 叫什么名字 泽伦斯基呢 在基辅也搞了个大道 然后呢 每一块砖上面呢 都刻了一个支持乌克兰的 这个国家的元首的名字 那个大道叫什么 叫勇气大道 梁静如嘛 勇气 他应该把梁静如排第一个 但是呢 排第一个的是波兰总统杜达 排第二个的是英国首相约翰逊 这个也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不过他把拜登排哪儿我不知道啊 所以这个很值得思考啊 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叫勇气大道上面 排第一的是波兰总统杜达 排第二的是英国首相约翰逊 但是他把美国总统拜登放哪儿了 美国啊 出钱是最多的 出武器也最多 支持乌克兰 那是坚定不移的 美国无非就是不放狠话 只做少说 他也不是不说 这个英国呢 约翰逊啊 既做也说 放的是狠话 但是呢 他援助的武器和资金 毕竟比美国少得多啊 英国到现在为止 一共才不到30亿美金 拜登昨天那个乌克兰独立日 刷个红包就30亿 那英国跟美国没得比啊 但是泽伦斯基这个勇气大大人 不知道把拜登搁在第几位 不知道拜登啊 此时此刻心里是怎么想的 有可能是啊 拜登喜欢做好事不留名 或者是泽伦斯基认为 拜登的勇气还稍微差了一点 虽然钱给的多 要不然每次援助武器都要限制他 不能用来攻击俄罗斯领土 然后这个陆军呢 300公里的战术导弹又不敢给 给人感觉拜登虽然愿意资助 愿意给钱给武器 但是呢 这个魄力啊 胆魄啊 还是小了一点 好 这期节目啊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